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卫报》推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利的背后真相 尤其是他们在文化战争中的误判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投票日前的慷慨激昂演讲中 试图寻找美国的共同点 却未能如愿 虽然他强调女性的堕胎权 但选民的反应却显示出这一立场的局限性 许多女性并不希望堕胎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 这种过度政治化的倡导反而可能使他们疏远 选举结果反映了民主党在关键议题上的失误 以及他们对于选民需求的误解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堕胎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且堕胎药的需求急剧上升 显示出选民对未来的不安 这场文化战争的胜负 将会深刻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 民主党是否能够重新找回与选民的连结 还是会继续陷入自己的极端立场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利 是因为他们误解了文化战争的真相 卫报 我刚刚重温了卡玛拉·哈里斯 在投票日前的最后一次演讲 这样做有些感伤 他的演讲表现很好 修辞高亢 他尽力将自己的使命推销 为寻找美国的共同点 我们都在一起 他说明智地寻求浮动选民 而不是费城大厅里的民主党忠实支持者 现在一切都成了尘埃和灰烬 显然 这样的演讲总是笼统而模糊 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同样有趣 但我对副总统在某一部分 变得非常具体的地方感兴趣 他对自由的赞美 以他对女性对自己身体做决定的 最基本自由的支持 达到了高潮 而不是让政府告诉他该做什么 他承诺 当国会通过生育自由法案时 他作为总统将自豪地 非常自豪地将其签署成为法律 他的激情权情投入 你可以理解 哈里斯女士为何强调这个话题 所有民调显示 民主党在女性选民中领先于共和党 而且大多数美国女性支持堕胎权 许多人认为 这将对投票箱产生重大影响 但事实并非如此 是的 更多女性投票支持哈里斯而非特朗普 但比例比四年前 拜登对特朗普的投票比例要小 在周二 特朗普赢得了百分之四十的年轻女性 十八至二十九岁的选票 而四年前这一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三 同样的比较中 他在年轻男性中遥遥领先 哈里斯则退步了 堕胎问题或许可以解释选举结果的其他一些事情 我的个人怀疑 尽管这只能算是怀疑 是他在政治上并不像民调所暗示的那样有效 是的 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无论性别都支持堕胎 至少在不希望其非法的意义上 但他们往往对此感到不安 尤其是男性更愿意不讨论这个问题 并且不会被那些过于强调这一点的候选人所吸引 对最大化堕胎权的倡导 往往是激烈的反男性言论的一部分 女性平均需要比男性更深入的思考堕胎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它成为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 而且是一个个人话题 对那些最热衷政治化的倡导者来说 有些奇怪和不近人情 更奇怪的是 当堕胎被视为民主党对女性需求的最强烈看法时 大多数人对美好未来社会的愿景 是否包括不断上升的堕胎率和越来越大的堕胎自由 我对此表示怀疑 大多数主流政治辩论集中在我们希望为孩子们创造什么 这是关于希望 一个或候选人沉迷于不让孩子出生是没有吸引力的 即使你同意他 他所倡导的具体政策 我认为这在政治上潜移默化的起作用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胜利舞台上出现时 他庞大的家庭挤在他身边 他展示了如此多的孩子 以至于似乎有一瞬间 他可能会忘记所有孩子的名字 埃隆·马斯克与他共享光环 有11个孩子 还有一个不幸在婴儿期去世 无论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不幸 哈里斯女士没有孩子 有些人会对这种男性过度生产表示不满 当然没有人应该将特朗普总统或马斯克先生视为理想的家庭榜样 但总体而言这样的父亲暗示着对国家的活力和乐观 我认为民主党错误地将自己变成了人口下降的政党 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比我这一代人所认为的人口爆炸更为严重的问题 出于明显的数字原因 下降的人口所能带来的选票比增长的人口要少 堕胎是我们的未来 我看到一个沮丧的年轻哈里斯支持者在选举失利后对卫报记者说 未来 以什么方式 卡玛拉哈里斯在堕胎问题上的另一个失误是 他在事实上的错误 并不是说唐纳德特朗普告诉女性她们不能堕胎 美国法律的变化是最高法院的决定 而不是政治家的决定 尽管他确实任命了一些更保守的法官 他并没有禁止堕胎 他推翻了1973年在罗素维德案中做出的有争议的决定 该决定认为美国宪法中包含堕胎的权利 美国正如其名字所示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而不是单一国家 最高法院的决定只是将堕胎的权利归还给个州 各州正在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就是美国的方式 在哈里斯女士失利的同一选举中 十个州就堕胎法律进行了投票 七个州其中几个是共和党州 投票支持堕胎 唐纳德·特朗普对此政治局势理解得很好 在他居住的佛罗里达州 他投票反对放宽对六州后堕胎的禁令 并在这一问题上处于胜利的一方 然而作为总统候选人 他并不需要对堕胎有政策以低调的方式 是的 他在想要的时候可以低调 他提醒选民这根本不是他的问题 因此他可以再不说任何会阻止支持堕胎的选民投票给他的情况下 吸引到美国大多数反堕胎选民 简而言之 他在这个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共和党的妖魔 他利用了实际的事实 他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家 哈里斯的堕胎立场体现了民主党所面临的问题 他表明 即使在他们似乎与多数立场一致的问题上 他们也搞砸了 他们让我想起了1970年代极端的英国工会领导人 在1945年一代的英国选民中 组织工会被广泛尊重 甚至赢得选举 作为推进工人事业的最佳方式 但激进的工会领导人通过将罢工视为他们成就的巅峰 而摧毁了这一点 他们脑海中发生的事情 与大多数自然支持者脑海中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 民主党也是如此 极端与普通生活无关 并且对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高度评判 你也可以在种族问题上看到这一点 民主党从马丁路德今时代的尊严 转向了对白人暴力的愤怒 这一趋势卡玛拉哈里斯从未面对 事实上他半推半就地支持了这一点 你可以在环境问题上看到这一点 那里对时间框架和据称需要采取的能源措施 以阻止全球变暖进行了大规模的投机 试图结束大多数美国人依赖的廉价 化石燃料能源的繁荣 民主党似乎在理解选民所暗示的问题上极为困难 你们无法保证我们在经济和移民方面的基本需求 你们凭什么认为 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 这正是唐纳德·特朗普所理解的 通过赢得美国的地面战争 你也赢得了文化战争 实际上他们几乎是同一件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堕胎又称人工流产 是指通过医学手段终止妊娠的过程 在医学上 它可以分为药物堕胎和手术堕胎两大类 药物堕胎通常在怀孕初期使用 通过口服药物引发流产 手术堕胎则包括吸工术 刮工术和扩张与吸取术等方法 根据妊娠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 堕胎在世界范围内 是一个高度的争议的话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 对其的法律 伦理和文化态度 差异显著 在某些国家 堕胎在法律上完全合法 并且是受到保护的医疗服务 而在另一些国家 堕胎可能受到严格的限制 甚至完全禁止 历史上 堕胎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古代 古希腊和罗马就有记载 使用草药 工具和其他方法进行堕胎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对堕胎的态度反复变化 中世纪的欧洲 堕胎受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 被视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然而 启蒙运动之后 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 人们开始以更为科学的角度 看待堕胎 在20世纪 堕胎问题成为许多国家 妇女运动的重要议题 许多国家陆续通过立法 保障女性在一定条件下 合法堕胎的权利 1973年 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 罗伊素维德案中 判决 确认妇女在妊娠的前三个月 有权选择堕胎 这是堕胎合法化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 堕胎权利在许多国家 仍然不断面临挑战和争论 堕胎的法律规定 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 例如 在瑞典和荷兰等国 堕胎在怀孕的前几个月 是一项受保护的权利 女性可以基于个人选择进行堕胎 在爱尔兰 直到2018年 全国公投才推翻了禁令 使堕胎在有限条件下合法化 而在一些国家如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 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视为非法 在全球范围内 堕胎的年发生率也有很大的地域差异 据估计 每年大约有5600万次堕胎 其中一半是非安全堕胎 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非安全堕胎 是导致孕产妇死亡和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医学上 堕胎是一项相对安全的程序 尤其是在医疗条件完善 和法律框架健全的国家 然而 在缺乏合格医疗设施 和专业医护人员的地区 非安全堕胎 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甚至危及生命 堕胎也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 涉及女性的自主权 生育权 生命权等多方面的考量 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人士 通常认为 女性应该有权决定是否生育 堕胎是保障女性健康 和自主权的重要手段 反对堕胎的人则 通常持宗教或伦理立场 认为生命从受孕开始 堕胎行为等同于剥夺生命 综上所述 堕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现象 涉及法律 伦理 医学和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 持续引发激烈的讨论和辩论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